请启动 圆明文化传承计划 正式启动 东森集团牺手政治大学 圆明会加入原住民升更计划 由东森直销电商出资500万 串联东森集团丰富资源 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圆明会以及金钟奖制作团队 共同拍摄部落文化相关节目 透过产观学三方合作 延续台湾原住民文化之美 今天非常感谢 由赵怡副校长的牵线 让东森能够参与 政大在原住民 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影片的传承 这样的影片拍摄 能够让原住民的文化资产 发扬光大 我自己在80多年担任立法委员 我有一次到纽西兰区 我发现纽西兰的原住民 毛利族被他们尊为国宝级的 我非常的惊讶 也让我反省过去 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 先住民的看法 东森发挥媒体的力量 带领全台湾人 关心这件事情 桃园百极国校小朋友 穿着传统服饰 展现泰雅族传统舞蹈 这样的原住民文化是台湾珍贵资产 但近年面临起老凋零 文化失传的困境 原民文化传承计划以影音拍摄 保存部落特色文化 节目部落抓风味将在9月登场 会在原民台及ET Today播出 带领大家走进部落了解文化 今天有幸得到东森集团的大力支持 我们产学合作 携手合作 我们共创荣景 我们一起守护这块土地 我们一起守护原住民的文化 长期关怀偏向海童的东森集团 自2007年起 提供原住民学童爱的早餐 目前已经帮助近三万名的部落学童 此次产观学强强联手 推动原住民文化传承 要让更多人看见珍贵的部落全记录 记者黄来谢婷婷 采访报导